傅昆琪本来表态要争取立元龙头的时候 他有特别提出 他说未来当选国会领袖 会在18个月内完成改革 也提出了一些诉求 那白银这边 因为他不断提小草小草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克文哲就回应了 他说希望竞选的人先表达 愿意国会改革的意愿 才会来讨论要支持谁 好那他有针对傅昆琪提出的部分 他有说 他说其实目前也只有傅昆琪一个人提到 有回应国会改革的这一块 好那后来把时间点都列出来了 民众党那你要支持谁 你要怎么做 你最后的时间点压在 克文哲说1月28号 所以这是目前一个 我们看到民众党到现在为止的 一个最新的进度 可是因为在今天 在国民党这边 笃定妥妥的就是韩江沛了 现在球又显然回到了民众党的手上 我们刚刚提到 民众党该怎么接球 那显然嘛 克文哲想要列解蓝营失败 因为现在看来蓝营是铁板一块啊 亮哥 这个 我觉得民众党的诉求 本来就不会有人回应 那个傅昆琪那也叫个别回应 对不对 因为政府院长没有人在谈诉求的啦 都是在谈 你在立院是不是有够声望 你是不是有协调能力 你是不是有议事主持的能力等等啊 都是看这个啦 不然民众党干嘛去提邮熙昆 邮熙昆事实上对立法院非常不熟啊 那就因为他的资历够啊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克文哲这个诉求很奇怪啦 反正你到国会到时候自然会有国会改革的提案 那民进党都不会支持啦 因为民进党有行政权啊 怎么会支持你国会改革 因为你改革都是为了要监督行政院啦 所以民众党到时候就一定要跟国民党合作国会改革的提案嘛 这还用说吗 所以这还有需要回应吗 对不对 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文不对题啦 国民党不太可能整体回应啦 比如说由韩国瑜 蒋介城联名回应 我认为这个难以想象啊 那至于你要不要投乱你家的事啊 反正你去跟民进党结合看看啊 你就变成第二个时代力量 对 肯定 而且黄华璋已经讲得那么白啦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两年任期条款 黄华璋就摆明了他要选新北市长 服务处就设在板桥 这么明显 黄珊珊就是要再选一次台北市长 张锡凯就是可能选嘉义 甚至有人传出彰话 所以他们没有人会想接副院长的啦 你接副院长你怎么造势啊 你怎么在国会发挥强大的监督能量 你怎么表演个人秀 这根本就违反民众党的政治的战略目标嘛 所以那个白绿盒绿白盒根本就是假议题嘛 根本不可能发生嘛 我跟你讲对于这种假议题就不用理会啦 反正就必然是废票啦 就是投给自己啦 就是这样啦 如果国民党连这个都不敢赌 那就算了 不要玩大局啦 就是政党有时候要敢赌啦 不要什么一个一个去谈低声下气 我跟你讲喔 对 民众党到最后搞不好会没戏喔 他如果常常这样玩 因为你不要以为大党不会协商耶 对 国民党跟民进党里面老鸟一大堆啊 是 搞不好互相谈 你让那个我让这个 对 我们两个谈好就结束啦 所以搞不好民众党连戏都没有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民众党事实上就只有黄国昌当过立委 他们不是不知道立法院有多奸诈啊 他以为你有巴西你就可以来拿俏啊 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啊 以前那个民进党 亲民党跟国民党三党在角逐的时候 我就发现都不是这样 所以亮哥某种程度你也认同老柯 柯总招讲的就是民众党这巴西没用 眼太离谱就会被淘汰 当然是这样啊 因为老柯跟傅昆琦熟得要命 老傅不会去跟他谈啊 你以为赖世保跟柯建民只有斗嘴吗 他们两个也熟得要命 我跟你讲立法院本来就是一个 当久了之后 大家有合作有竞争的团体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你只要当过 比如说我当过三届啦 我跟柯建民 賴世保我也很熟啊 我也知道他们可不可以谈啊 当然可以谈啊 我跟你讲到时候预算法案 集合起来大家 拉到外面去谈一谈就结束了 你民众党再去玩啊 看你要玩什么啊 所以我跟你讲啊 黄国昌也没那么天真啊 说真的可以表决胜利不是 黄国昌要的是问政监督打弊案那种曝光度 坦白讲他要的是这个啦 所以他是绝对不可能跟民进党合的啦 我跟你讲这个到最后就是54比51啦 那只是说柯建民要不要用力啦 就是刚刚扯到我们超民凶哦 大家对他那么不信任这样哦 他事实上是无党 他本来也是国民党 他本来是民进党啦 对不对 我们超民凶 也跟林维州一样啦 郑立委本来也是民进党 这个事实上 当然你如果讲到威胁利诱 人家就会想到司法案件 就是说民进党会不会用司法案件去威胁他 这个有人会这样担心 对不对 那我倒不认为说有人到了现场 会故意投错票 这个不至于 真的所谓的跑票就是没来 国民党要防的是这个 所以朱立伦在那边说 我们就是大家都支持韩国瑜 我认为到场了支持韩国瑜是没问题 就怕是人没来 对啊 肚子痛啊 撞到车啊 车子开了不好就有撞到路肩之类的 不知道 可是这个要很用力 而且如果有一些人已经被锁定了 我认为也不容易得逞 因为时间蛮短 2月1号就要投了 那国民党三长是1月30号 我认为傅昆奇当总召是绰绰有余 傅昆奇真的坦白讲我也认识他 他人缘蛮好的 他对意识也蛮熟的 所以因为总召只有一年任期 这个大家可以轮 那他跟赖世保我觉得都可以 那我觉得他刚刚宇轩讲的对了 就是用副院长事实上是做出一个姿态 那大家就欠他一次 这个东西有时候是这样 这个立法院里面充满了这种政治技巧 就是说而且傅昆奇我坦白讲 他在立委选举的时候有帮别人 这个筹款协助印刷文宣都有 都有他朋友很多 那这个他算是很资深的 也会当过县市长 所以在国民党轮一次总召 我觉得这没什么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应该会 傅昆奇这一票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觉得柯建平很可能就算了 因为他可能想说反正到时候 也是可以运作了 还可以瞧 因为51比54 这个未来你说法案预算 大家都要死战到底 这个我难以想象 一定还是会找到该处理的案子 而且我讲白了 我也不相信赖清德 会全面承接蔡英文的八年执政 所以到时候国民党 一定会挖出一些有的没的 搞不好赖清德就砍了 他也要救自己 所以有一些就放给国民党去打了 比如说你认为赖清德 还要去保蔡英文的论文保30年吗 这我难以想象 高端 因为我跟你讲 现在因为在野党国会过半 所以行政部门里面的卧底会更多 他就把资料丢出来 对 我跟你讲这个以前就是这样 以前在阿扁没有过半的时候 资料一下出现在亲民党 一下出现在国民党都有 那行政系统的人就会觉得 我被你压了八年 所以你接下来料不会少 不会少 所以我认为赖清德 赖清德事实上 吴子佳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你赖清德上任520 百日执政 生化没拉到50以上 你就挂了 这句话其实我蛮同意 是喔 吴子佳在千里马奖 他说只有半年 他说半年内 我就是门位他520才上任 一般就看到年底 最常就看到年底 他这话讲很重 他说那我说如果没有拉到过半 他说就是垃圾时间 不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喔 不因为 没有你没有声望你拉不起来 因为他跟陈玉扁不一样 你知道吗 陈玉扁是第一次政党轮替 其实陈玉扁选39.3 表面上看是比赖清德差 可是国民党跟亲民党 对他还是有点敬意 你知道我意思 因为第一次政党轮替 人家就觉得说 你国民党执政那么久 民主化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吧 而且第一个合归是唐飞嘛 所以事实上是一直到那个张俊雄 他突然给人家反核四 整个才翻桌的啦 那赖清德不是耶 赖清德你是背了蔡英文八年的锅 所以你选票是掉了17% 你已经在落水了 那这个落水 如果你还死辩护蔡英文的八年 执政的一些乌七妈妈黑的事情 会更衰 那我看你就倒大霉了啦 更何况你还是中国大陆的拒绝往来户 对 对不对 那今年搞不好还有一个令你更不幸的事情 搞不好川普回国了 对不对 所以这整个都是对他不利的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就自己 就是要有条件的去切割蔡英文啊 这样才能够让你得分啊 你知道就是说你不能够让去清算蔡英文八年的主导权 都在国民党手上啊 那你就挂了 所以吴子佳大概就在提醒他这个 就是说清算蔡英文啊 有一些事可能你赖清德自己要挑起来 是 不然人家就觉得你就是 你就是不敢得罪蔡英文嘛 你对这种不正义不公道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若无所谓嘛 对不对 所以他要救自己啦 他跟陈一扁真的不一样 陈一扁事实上我的印象非常深 他39.3当选 对 可是520因为他那个就职演说 讲得蛮诚恳的啦 就说对大陆也可可欺欺的 他一直到2002才变成两国论 变成一中一台 不然在那两年啊 实陈学扁的民调都在六成左右 他实陈从上任就开始进入六成的状态 因为这个就是期望值啦 就老百姓觉得 第一次政党轮替好歹让人家坐一下嘛 我觉得台湾人其实蛮善良的 可是我 我讲白了 台湾人对赖清德真的 完全没有 所谓的期待值啦 就觉得你该做你就要做啊 就是这样 那中国大陆也 也不会让他补考啦 就你这个人就是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嘛 那你跟蔡英文该切就要切啦 你不切 那在野党来帮你切啊 那如果他是陷入被动 被蓝白联手来切啊 那他就完蛋了 所以选民对他的耐性是非常有限的 我认为没有耐性 大家都知道你是怎么当选的嘛 就是靠一天到晚 抹黑人家中国戒选 中共同路人他不就是这样当选的吗 还有在野分裂 这个当然啦 这个我们都知道啦 那你后面还搞了一些乌七妈黑的事啊 国家警报啊 一大堆啦 我跟你讲啊 你是怎么当选的大家清楚啦 那陈岳北人是怎么当选的 是李远哲站台 国政顾问团站台 然后许文龙站台 所以是在一种 强大的正向力量下 怎样当选 李赖金泽不是嘛 李赖金泽也比你预期的选配要低啊 所以我是认为 他没有拿出改革 还有跟蔡英文切割的这个力道 不好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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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